交点7配质的形成 要形成配质是经过减速分裂过程 男性的睾丸具有晶圆细胞 男性形成晶植的位置是在睾丸的细晶管 细晶管的管壁上有晶圆细胞 经过染色体复制后会形成初级基母细胞 初级基母细胞进行减速分裂的第一阶段 同源染色体分离 会形成两个次级基母细胞 次级基母细胞会进行减速分裂的第二阶段 姐妹染色分体分离 当完成第二减速分裂的时候 会形成四个精细胞 这四个精细胞大小相同形状相似 但是精细胞不具有受精能力 精细胞必须经过形态改变的过程形成精子 精子具有边毛才具有受精能力 女性的卵肠内具有卵原细胞 卵原细胞经过染色体复制后会形成初级卵母细胞 初级卵母细胞会进行第一次减速分裂 在卵的形成过程 细胞只是不均等的分裂 所以完成第一减速分裂后会形成两个细胞 一大一小 大的细胞是次级卵母细胞 含有细胞核还有大部分的细胞质 另外一个小的细胞叫做集体 这集体细胞很小 只具有细胞核几乎不含细胞质 接着再进行第二减速分裂 第二减速分裂 次级卵母细胞会分裂成两个细胞 也是细胞质不均等分裂 所以当完成第二减速分裂的时候 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细胞称为卵 含有细胞核和大量的细胞质 另外一个比较小的细胞称为集体 这个集体只含有细胞核几乎不含细胞质 原先的集体会再度分裂变成两个集体 所以当卵原细胞完成减速分裂的时候 会形成四个细胞 这四个细胞里面只有一个是卵 另外三个是集体 所以男性的生殖母细胞 女性生殖母细胞都要经过减速分裂 才能够形成精子和卵 男性的生殖母细胞称为精元细胞 经过染色体复制后 形成初级基母细胞 初级基母细胞会经过第一减速分裂 形成两个精细胞 两个精细胞会进行第二减速分裂 形成四个精细胞 那这四个精细胞大小形态相同 但是不具有受精能力 精细胞要形态改变 形成蝌蚪状的精子 才具有受精能力 女性的生殖母细胞称为卵原细胞 卵原细胞在完成染色体复制后 会形成初级卵母细胞 初级卵母细胞进行第一减速分裂 会形成两个大小不一样的细胞 大的细胞是次级卵母细胞 小的称为集体 之后再进行第二减速分裂 当完成第二减速分裂的时候 形成了四个细胞 但是只有一个细胞是卵 卵含有细胞核和大量的细胞质 但是其他三个细胞是集体 集体只含有细胞核 但不具有细胞质 立体 有关于精子的形成过程 下列何者正确 A选项 五个晶圆细胞会形成 二十个精子 因为每个晶圆细胞在完成减速分裂以后 会形成四个精细胞 四个精细胞会形成四个精子 所以A选项的正确解答是 五个晶圆细胞形成二十个精子 B选项 十个精细胞应该会形成十个精子 十个精细胞经过形态改变 只形成十个精子 C选项正确 十个初级基母细胞会形成四十个精子 初级基母细胞是已经完成染色体复制的细胞 初级基母细胞会经过减速分裂的两个阶段 形成四个精细胞 四个精细胞再形成四个精子 所以C选项正确 十个初级基母细胞会形成四十个精子 第一选项 五个晶圆细胞只会形成五个初级基母细胞 晶圆细胞完成染色体复制 形成初级基母细胞 但是染色体数量不变 细胞数量不变 所以五个晶圆细胞只会形成五个初级基母细胞 一选项 搞完细经管的管壁细胞 可经过减速分裂形成精子 兼职细胞不会进行减速分裂 细经管以外的兼职细胞会形成雄性激素 搞固酮 但是细经管的管壁细胞可进行减速分裂形成精子 这一周 再次余优 3 3 7 3